夫妻之间忌讳三件事 做了差不多 夫妻缘分也就尽了 茫茫人海 夫妻就是两个不相干的人 因为缘分走到了一起 遇到一个相识相知 相恋相爱相守的人 中间一起已经经历了很多 最终走到了一起 实属不易 但是很多夫妻结婚多年 婚姻生活 退去激情 归于平淡 夫妻双方缺少包容和体谅 找不到共同的语言 慢慢的开始嫌弃对方 夫妻之间这几件事情 千万不要做 互相猜忌对方 女人要克制自己的猜疑之心 要信任你身边的伴侣 只要她的行为 真的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她的表现没什么反常 就应该信任她 时时刻刻的提方 试探 测验 这样的猜疑会让人承受不住 生活压抑 喘不回来气 同时还会让其产生叛逆心理 最终把自己的婚姻推向灭亡 为了自己的婚姻少一些猜忌 多一些信任 如果爱对方 就要选择相信对方 二 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事 在生活中 一些人似乎有些控制欲 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 或者强迫对方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 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 兴趣爱好 男人的大男子主义 有人觉得自己是公主 这些思想在婚姻中绝对不允许的 爱情不是控制占有 这样只会让对方产生不满和抱怨 对你们的关系一点好处都没有 只会让对方想逃 害怕和你相处 三 婚外情 婚外情就像一枚炸弹投进了家庭 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都是不可原谅的 有些人不是身体出轨 而是精神出轨 经常和一些异性玩暧昧 比如暧昧的聊天 暧昧的肢体动作 用这种方式来打发婚后生活的无趣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这样做是在慢慢的踏上出轨的道路 婚外情对于婚姻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每一对婚外情都会有一段感情的激烈冲撞 心灵的分距离合 甚至会有家庭的重组与更新 事业的突破与坠落 朋友们都花一点时间去经营自己的婚姻 婚姻之中避免不了不和谐的依附 这些不和谐能够考验彼此的忠诚 考验你对生活的热情 感谢观看